我们刚刚制作的这样子,就是使用者输入了之后,按确定,然后底下就会出现那个文字。 这好像太简单了吧,那我现在想要改哦。 我想要输入文字,我输入了名字之后,按确定。 它这边,底下要出现,嗨,谁谁谁,您好。 不一样哦,不是说我上面打什么你就给我下来,就一模一样了。 我希望是说,直接输入,假设我输入我的名字,你按确定之后,底下出现的是,嗨,王尹聪,您好。 可以吗?那所以我的程式要怎么做呢? 这个地方,我先把这一块拿出来,等一下我要改变的是这个。 诶,来看一下哦,textbox1,刚才抓到的叫做王尹聪,假设我输入的是王尹聪。 那它今天抓到的内容是不是就是王尹聪。 然后呢,我要在我的字前面,是要加一个hide。 诶,hide从哪里来啊?来,看一下哦,接下来的文字从这边抓。 text,点一下,然后这边是一个空的文字,我先把它拿出来。 我先放这,然后里面点一下给打字。 我就打入hide。 你要打中文、英文都可以。 嗨,然后,名字。 然后接下来呢,要放什么呢?你好。 一样,text。 先拿一个空的出来。 我放在底下。 这边打,你好。 诶,没有点到,再一次。 有没有hide,然后这是使用者输入的资料。 比如说王尹聪,他就找到hide,王尹聪。 好,那这三个我要串起来。 这边只有一个,这叫输入。 只有一个输入,但这边只有三个输出的结果。 那三个我要怎么把它串在一起? 来哦,一样是文字哦。 这边有个叫join。 join是可以把它串起来。 你看哦,第一个串进去,第二个串进去。 我看第三个串哪里啊? 来,这边,join前面有个齿轮,有没有? 点下去。 我可以再从左边拉一个string过来。 诶,他就多一个缺口了,有没有? 当然,你可以再多拉几个。 诶,又多一个了。 好,那你按齿轮点掉,它才会消失。 然后我现在把鱼口接进来。 照办,我又多一个孔。 一个孔要怎么删掉? 齿轮。 你把第四个,你出去就好。 再点齿轮。 嗨,谁谁谁,你好。 最后是不是只有一个输出? 最后一个输出,跟输入。 咔嚓,接在一起。 之后再拉回来,接上。 这样子。 就可以再来Build。 然后呢,一样,大概在一分钟左右。 诶,它就下来。 你再点击它,又会装在这个Notes里面。 然后呢,装进去之后。 诶,刚才有了一个同学。 有稍微失落,还不错。 有些人说,点这个。 他们每次都一直停在解析的画面。 那干脆,各位也可以是这样子。 等一下我让它下载下来。 好。 就是,今天我的画面是这样。 我把档案总管照起来。 我说我们刚才编译完的结果,都会放在下载区。 所以你找一下。 我重新整理一下。 好。 我刚才是Test。 我找这里。 Test2。 我就把它从档案总管拉到Notes上面。 放开。 它就直接可以开始安装。 而且装的结果大。 大多数多成功。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示了。 对不对。 点它一下。 然后这时候。 来,试给各位看。 我点一下。 然后输入。 好。 打完之后按确定。 诶。 嗨。 它就变得不一样了。 所以各位仔细看一下。 我的程式改了什么动作。 有时候在改的过程当中,我会习惯把它拉出来。 因为有时候以后你写程式写越多。 你再改这个地方,跟一些程式区块混在一起。 会容易。 会。 会。 会搞混了。 所以我都习惯把它拉到空白的地方。 然后去处理。 也就是呢。 来。 再解析一下。 原本是只有这个而已哦。 对不对。 我把它拉开来。 然后这两个从哪里装。 从这里。 的text。 因为我要打文字。 text。 第一个。 第一个它是空的。 拉出来之后。 点一下。 打字。 就给打字了。 好。 摆好。 等一下。 然后我多余了。 怎么办。 多余。 把它拿过来到右下角垃圾桶。 垃圾桶打开。 就丢掉了。 好吧。 那你把这三个。 你要。 上下是我自己。 一定要它固定。 呈现这些文字。 中间是根据使用者。 输入什么。 我就要先是什么。 然后。 然后Join。 从哪里抓。 也是text。 第二个。 可以把文字串起来。 然后呢。 原先只有两个洞而已。 第三个洞怎么产生出来。 齿轮。 把Stream拉进来。 就可以注意增加了。 有没有。 好。 那齿轮点掉就没有。 可是当你接上去之后。 你发觉到我的齿轮太多了。 凹进去也太多了。 我要把凹的删除掉。 一样寻齿轮。 从底下来拉。 你不要从前面拉。 从前面拉。 你拉五个。 好。 所以从底下拉。 我把最。 倒数第二个拉就好。 就可以。 底下一个可拉开。 放到这边来就好。 然后再按齿轮。 诶。 它这样子。 之后接上去。 接上去之后再拉。 过来。 然后再去。 然后再去。 然后来看看结果。 好吧。 来。 请各位操作一下。